好久不見 各位 這也是 這是我第一次舉辦這個活動 然後也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和大家見面 你說我不緊張嗎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還是很開心你們可以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你還緊張 我們就緊張 我不緊張 我就是之前看這個視頻的時候我就在想 我一直之前都說什麼 我何德何能去讓你們喜歡 但現在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我發現我要做些改變 就是我要盡我的努力變得更好 然後去值得你們喜歡 然後去好好的守護你們 我先變成這樣一個影片 好 那我們 我那個 從後臺抽了一些問題 回答一下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 很有意思啊 打新冠疫苗了沒有 好巧不巧 前段時間我剛打完新冠疫苗 當時我打的時候我覺得應該那種肌肉真啊 就是 不會很痛的那種 結果發現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 對 一點都不疼 對 一點都不疼 然後 打完以後還創了一盒雞蛋 然後就開心地拿著回家去吃了 還是 送的雞蛋比買的更好吃 就是證明 你們 同時你們也要去打疫苗 如果沒有打的我覺得 真的要去打 因為要保護好自己 第二個說 看奧運了嗎 最喜歡的是什麼項目 最近我有個 自從奧運以後我開始有個習慣 就是中午吃飯的時候 或者下午吃飯的時候 都會打出電視的看 拿上平台的直播 不然的話 不下散 然後 最喜歡的項目 我最喜歡的是 乒乓球 小學學的第一個項目就是乒乓球 經常被老師教育 然後我挺喜歡的 第三個 你見到我激不激動 你們見到我激動嗎 激動 聲音再大一點 聲音再大一點 激動 謝謝你們 那你激動嗎 我 我又激動又感動又想哭 讓我哭一下 讓我哭一下 剛剛你們沒看 我在那邊都要哭要哭的 一樣太黑了 你們沒看到 我都已經淚光閃爍了 看到一個 這個 關於我 學業的問題 然後 是一個 比較有小爭議的問題 正好 在這裡給大家說一句 就是關於我 研究生 退學的這件事 因為個人的一些原因 所以 不得不去 主動向學校 申請退學 這件事 我也糾結了很久 所以自己也 就是考慮的很久一個事 但是最後我還是做了一個決定 我覺得 就是這樣 不過在場的 或者說 你們還有 或者喜歡我的宇航員們 如果說 還有在上學的 我希望你們 還是可以去 好好的 完成學業 好好的去讀書 畢竟 學習嘛 是一輩子的事 也許有機會的話 我還是會去 去學習 然後多多的去 提升自己 通知自己 一起加油 好好的 小月亮 你後悔嗎 不後悔 要好好的 其實呢 我之前有想過 就是 很多次 我在睡覺的時候 都想 什麼時候可以 穿越時空啊 回到過去啊 這種東西 我都會想 你腦洞比較大 但是既然 做了一些決定 或者說 去做一件事 就 不會後悔 現在 一般我都來說 不會後悔做任何事情